来 我们录制一下那个树莓派建立那个购环境的Duckin Imaging 就是下载那个 这个是他参考资料 然后再来是我们 怎么去挑选他 怎么挑选的话我们到这边来 我们首先选择这一个 选择这个的时候 我们首先选择他 然后你点选择他 然后这时候我们在这边点选他 这边的话我们看到是他这边有这个版本 因为我是树莓派我就点选这一个 看看是不是确定有没有 有的话就把这个版本的话复制起来 然后这个指令的话 我们透过这个指令把那个他的image 从上面的server上面 他那边远的server把它抓下来 好 抓下来 刚刚是 还蛮快的吧 这样装起来 好 等一下要讲解了 这样子就已经抓下来了 这个试过是可以用 刚刚这个的话 我刚刚有试的话是不太起 里面的时候是装起来 但是里面的东西不太能用 好 没关系 我们就接下来把这个执行起来 把这个环境image执行起来 好 我们试试看 好 我们来 OK 我们到他那个我们的根目录 然后把那个 apt 的话来源把它更新一下 他这个是必须要更新啦 你看如果是这边我们在apt update 的话 这边的话都是正常的时候 那代表他这一个的话 Duckian 的 image 是比较可行用的 如果是说这边有出错的话 我建议 只会功力高的人就自己去用啦 像我的话我是刚学习的 所以就没办法了 好 等一下我先把它装起来 我这个是学习的 这边学习之后把他把知道东西 把它整理一下 好 我们这时候就看一下 这应该是装起来了 没有错误讯息就代表装起来了 因为这个指令我都试过了 好 他这个也会一样也会花一点时间 还算跑得蛮快的 来 我们复制一下他好了 这边的 Duckian 的 好 到这边来 好 蛮快的 我们这时候就把它贴上去 好 这时候我们再复制下一个指令 因为他那个是正常的指令 所以我就不用那个了 好 这个sudo就不用了 因为我们那里面是 用root的悬线执行的 就不用了 好 这等一下去下 好 因为他下载一些牌 需要一点时间 某些的image的话 就是从那个仓库那边 就是远旦server的仓库那边抓下来 我用了很多个说 他那个apt的来源 我常常都抓错了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又没有人更新 那想看 所以的话最重要是 你不是只有建立而已 我看这些弄好之后 可能也需要把它备份起来 做成一个另外一个新的 那个image档 以后的话 不要 我 我发觉到就很多东西 他这个linis的话 他们套件都 都 常常变来变去 又没有一个很稳定的 真是很麻烦 好像这个的话是没有撞到 apt 然后我再撞 据说这个apt的话 他又有人先弄成snap snap的又搞成那个套件的来源 像这个套件来源 安装都没有统一一个 搞死人 然后还有那些那个什么指令的也是怪怪的 指令的 他都不同意啊 真是的 那么都是linis 套件套件的话 分支没关系 那统一一点好不好 有一个比较主要的 不要分那么多 他搞的初学者类似 你要搞很近的你再说 这个只是我的抱怨而已啦 好 这个让他从那个刚刚改完的这个 这个环境嘛 再执行一次 执行他 OK 他这个就会生效了 这时候我们来建立一个那个档案 我这是 我是不想打字上去啦 就是把它那个文件改好的 把它贴上去 这样子告诉人家 就这样的东西是可以执行的 虽然很滑稽一点 或是什么 那个 我是觉得这样子就好了 影片播播大概有知道这个执行的内容就好了 好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用呢 LS这个指定看一下 用他这个 这刚刚是建立的新档案嘛 那个 那个圆码嘛 然后这边的话 他是已经执行党就有了 我们执行他一下 Hello 好 好 有没有 这个 这个 这就是我刚刚打的那个 这个 城市嘛 就是Hello嘛 那懂 够元的人的话就知道了 好 那 那今天就是比较特别啦 这个我从头到尾就做做 把它下载下来 但 要把它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什么 那个就是说 这个的话 树莓派的自制的 够环境的docking的话 image的话 下一部影片 我就会讲解 因为分成两部影片 这样比较好 不要把它搞那么长 好 今天介绍就到此为止了 好 哦 那